YO!我是波子 今天我們無無聊 我們上淘寶塗了一個很無聊的玩具 但好像很過癮的玩具 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Faiccube了 話說如何買這個Faiccube 其實我打算上網找一些可以解壓的東西 你們就知道我這些Youtuber 剪片、拍片、出片 很大壓力 那我上網找一下有沒有解壓的玩具 無意中就發現了這個Faiccube 但這個玩具是怎樣玩的呢? 我不說大家可能不知道 這個Faiccube其實是兩個外國人發明的 是專用來解除大家平時的壓力 它是中文叫做壓力式 好像這一面一樣 它有三個位置 中間和斜角 是可以按而且有聲音的按鈕 而最後這兩邊的按鈕 就是沒有聲音的 讓你安靜一點的按鈕 情景題 假設你很喜歡在我下環 不 就是這樣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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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在我下環按鈕 在外面不能按鈕 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用這顆鈕代替了 而這顆鈕就 假設你是一個打機上的發燒友 我們很喜歡玩這顆蘑菇 現在上班上學都可以玩這顆蘑菇 而這一邊的設計 就應該像是那些燈的設計 很快你的燈籃就會玩到燒養 而這個 你就算狂按也不會開燈熄燈 然後這邊就有點像那些甲蠻 就可以扭 就可以轉 就可以轉 然後就可以按 一會兒要跟女神表白 怎麼辦呢 很緊張 我不是應該先拿兩口新鮮空氣嗎 不行我吃煙會口臭 兼不健康的 那我滾一顆鐵珠算了 扭一下帳門 也可以扭一下這個位置 這樣轉一下轉一下 哎呀好舒服啊 噢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這個凹位是做什麼 其實這個凹位就像這個 Worry Stone 那它的玩法就是 只要在一個 桌圓形的凹位搓一下搓一下 很快你的壓力就會得到改善 我搓到不知道說什麼好 老實說 這個凹位你覺得像不像 過關醫道那時候的醫道 請把你的手指放在中間 好了你現在可以過關 不是開玩笑 我覺得這個玩具買回來 是極之無聊 但是呢 不知道為什麼我又停不了手 它逐個面都好像有很多東西玩 打鐵前面有一個你很討厭它的人 你很想激怒它 這個時候你可以拿出來 Hello Hi 好痛啊 哪個填金光臼 我的肚子好痛啊 不要再這樣啊 我肚子好痛啊 假設你一個很想分手的男女朋友 那你在情人節就要懂得做 耶 Honey哥哥你送什麼禮物給我呢 我送這個給你 嘩 難道不是鑽石戒指 這是什麼機器來的 Figure Cube 分手啊 那這集暫時回來 我想大家未見過 如果你玩過 你就知道 你會明白我剛剛所說的是什麼感受 大家可以留意我買了兩個 其中一個是想送給大家的 這個黑色韓色 我覺得蠻漂亮的 如果大家想要就分享影片 和我Facebook的留言 今次的淘寶開箱就拍到這裡 我們下一集再見 我是波子 Bye Bye 敬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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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